2024總統大選國民黨會派誰來出戰 目前國民黨中央還沒定出提名機制 那次就有黨內人士透露了 三月初可能會先內部來演你 進展順利的話 最快三月底四月初就能夠提出人選 或者是在七月之前來確認人選 而目前呼聲最高的侯友宜 由於她還是新北市長 被認為主動宣布參選的可能性很低 以黨中央的徵召方式才能夠為她來解套 而如果最後走向初選 就是變相卡侯友宜出現 2024我們要把總統贏回來 把立委全力拿好不好 出席盛選後的台北市黨部新選團輩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新年新希望要延續盛選氣勢 2024再下一城 但由誰出戰得先看遊戲規則 一方面在各縣市大家團敗 一方面努力南投的補選 那一切等到三月四號之後再來討論 黨主席一貫答案巧妙閃開各方疑問 不過黨內人士鬆厚 三月初可能就總統提名機制內部嚴密 進展順利最快三月底四月初提出人選 或在七月前確認人選 各方面的意見都是值得有意願的人做參考 那現在談誰呢我想都不是時候 被動也要有被動的氣氛跟那個形勢 形勢手取呢我想也沒有人能夠抵禦 今年還會再上演黃袍加宣戲馬媽 黨內評估王牌投手侯友宜 因為現任新北市長主動宣布參選可能性低 唯有黨內協調接受徵招才能解套 但國民黨若走向初選變向卡侯出現 我相信以主席的睿智 他一定會想到如何讓國民黨會更好 國民黨2024人選選而未決 倒是不忘對執政黨指指點點 炮轟新任隔魁陳建仁以中研院 特聘研究員身份戒調當行政院長是戀戰又愛錢 這個是我們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的 那過去的確有政務官是有戒調 但是對於隔魁大概這個是空前的 我覺得對於這樣的批評 作為一位新任的行政院長 一定要虛心的能夠受教 但台開馬政府時期 隔員戒調所在多有隔魁江儀化 也是以台大政治系教授身份 戒調當行政院長 國民黨的批評恐怕形成迴力標 反傷自己 記者陳明華 福田恆 鐵鋒目睹